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这么年轻 就感觉不像会做饭的 当时导演也是这么质疑我的 但是我用实力征服了他 明白了 贵言说最开始 我们导演也质疑他 是吧 后来就跟导演距离力争 你看看我到底会不会 那今天到底用虾发做什么菜的 做两道菜 第一道菜呢是蛤蜊酿虾滑 第二道菜呢是虾滑吐司 还是有点难度的呀 你也做个自我介绍来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金鲁赛的大厨刘强 欢迎刘大厨 刘大厨 虾滑做得如何呀 如何是啥意思 对我还要采上自己吗 传统上啊 用这个虾滑虾胶做的菜很多 可以做大菜 可以做虾球 可以做虾饼 可以做虾丸 可以做虾膏 你还可以穿 可以烧 可以溜 可以炖 可以煮 可以煎 整类多不多 那这么说这个虾滑 就是咱们那个卤菜的法宝啊 到底怎么入菜呢 贵员咱们边做边说 好 好 开始 来 你先来 我们今天先做第一道菜是蛤蜊酿虾滑 就是先把这个蛤蜊煮一下 你要煮一下是吧 对 你可以打下手 先加点葱和姜去腥 跟你切得怎么样 跟你切得怎么样 跟我不相相相相 好 但是我感觉你有点小瞧我们大学生了 你不敢 不敢 那我一会就用我的做的饭的美味来征服你们 行 第一步我忘了说了 这是我们已经涂好沙的蛤蜊 那我们现在水开了开始下锅 而且这个煮蛤蜊呢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小火煮 它刚开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好好好 好 我们盛出来备用 好 接下来都是上我们的重头戏了 对 我今天准备了两个虾滑 两种可是有区分的 是区分的 对 这两个不都是虾滑吗 但是它虾滑呢 这个颗粒要大一点 嗯 放在这个蛤蜊里面 它吃起来口感就更好 像那种是我一会要做的吐司虾滑 粘性更高 哦 虾滑是由新鲜虾肉经过精心锤打而成的美味食材 它口感细腻爽滑 鲜味十足 无论单吃还是做菜 都让人爱不适口 但是你知道吗 虾滑也是有分类的哟 虾滑根据虾肉颗粒大小和虾肉含量多少 分为不同的类型 纯虾肉虾滑 一般虾肉含量大于80% 颗粒感足 粘性较小 适合做火锅 汤菜 蒸菜 加入鱼类或猪肥镖类的虾滑 粘性高 颗粒度小 适合用来煎炸 做三明治食用 还有一种调好味道的虾滑 自带底味烹饪方便 适合炒制烤制食用 虾滑的多种做法 每一种都能带来 威蕾上的享受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百变虾滑了 好我们第二步是将胡萝卜碎 我来帮忙好吗 您就直接切就得了 对 你如果有下一步 你该调调 好 那我下一步是需要白胡椒粉 还是盐 好 我们第二步是加入大厨 刚才给我切的这个胡萝卜碎 因为胡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这样加起来呢 第一个口感好 第二个颜值也高 太好了 营养均衡 是 下一步是我们需要将虾滑 填入到这个鼻中 咱们一起帮帮忙 可以 对不对 好 这就可以了 来 吃老师 好 很简单 你也体验一下 你说包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 因为你想 它这个蛤蜊 它本来就是开口的一个形状 如果你不把它包盐的话 上锅一蒸 它就整个散开了 你发现吧 你这胡萝卜沫 往里放像不像蟹籽 有 鲜虾蟹籽 对 好 我们接下来把它放入锅中 蒸十分钟 好 那我们接下来先调一个料汁 料汁是生抽蚝油淀粉 它的比例是211 生抽两勺 蚝油一勺 你看我们大学生所在的 就用这个勺来作为客套 非常合适 对 我们控制它的量 好 接下来是一勺淀粉 好 再倒三分之二 行 我已经倒勺里了 好的 好 可以 开火 小火 开火 倒入 把它充分地搅开 对 小火慢煮 煮成这种浓稠的酱汁就可以了 这酱汁做得不错 我们就先放到这里 等这个蒸好 我们直接撒上去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五分钟蒸的时间 我们做一个吐司 虾滑吐司 好 那第一步呢 是先将吐司的四边切开 不要边 对 这个边啊 跟那个空气炸锅烤一下 拌沙拉的时候 往里面 要口感上来了 切好了 我们再对角切开 第二步切芝士片 把这个芝士切成小片 好 接下来我们就将 虾滑和吐司组合在一起 而且这还有个小窍门 因为我们平常买虾滑 它这个口的设计非常的方便 就不用说再蘸一个碗 或者是用勺子去把它抹匀 对 我们直接挤上去 这个一般吃火锅 直接一挤是吧 是啊 方便 就跟裱花袋似的 那这个设计 大大减少了我们这个 很多的时间 对啊 好 两位老师 要不要帮我一起包一下 来 将芝士放到那个虾滑上 小李推荐这个方式 我感叹一下 真的是太方便了 只需要买一个虾滑 这么一挤 就能形成一道非常完美的美食 将煮好的虾滑吐司 放入盘中 我们先备用 接下来我们 给上面刷一层酱 什么酱 我自制的一个酱 首先小火 锅热之后加入黄油 一半就行了 加入黄油 先让它融化 黄油一定要小点火 烟点太低 在它融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加入蒜粒 还有欧芹叶 首先来说那种香气 是很扑鼻的 是 然后它这个颜色上 你看上去很诱人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关火了 好 纸沾上面 抹匀 酱已经涂抹好了 放入空气炸锅里面 170度7分钟 好 那这个时候正好这个蒸的这个 熟了 熟了 熟了7分钟到了 好 漂亮 之前加那个胡萝卜碎 真的是点睛不笔 好看是吧 对 来 我帮你资金吧 撇走无情了 太厉害了 多漂亮 又像蛋黄一样 低脂健康 然后我们熬制好的酱汁浇到这个上面 看看 非常非常有大厨的风范 是啊 好 好 很漂亮 浇好之后还需要上锅蒸一分钟 再蒸一下 让它的酱汁跟这个蛤蜊的肉 能够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好 您刚才不是徒手吗 来吧 来 来 真不烫吗 你试试 对 我们这个蛤蜊酿虾滑就做好了 看一下 看一看 师傅得来来点葱花点缀一下 对 真懂我大厨 来 我再给你拿出来了 对对 到这边点缀 你看 赶紧摸摸耳朵 接下来我们撒点葱花点缀一下 虾滑酿蛤蜊已经好了 是 来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空气炸过的吐司怎么样了 来给大家看看 这颜值 放到盘子里摆盘 我现在特别理解 刚才小李说的 要用第二种虾滑的原因 你看它牢牢地把两片吐司 粘在了一起 是 它就把这两种形成了一个整体感 好 摆盘成功 到底味道怎么样 我们得尝一尝 味道是真的不错 尤其这个吐司虾滑 口感层次很分明 我觉得你这个很妙 在于最后那个黄油 酱汁 酱汁 完了又加了一点点的盐在里面 是不是提味 而且您看这个外酥里嫩 吃出来那个口感了 是 这种颗粒小的 同样有它的特色 它更多的是那种滑嫩感 让你就吃完以后 里面是那种很嫩的那种口感 外面烤的脆 里面的虾滑嫩 对 隔离又被称之为天下第一仙 两者一结合 它又能把隔离里面的肉的汁水 给它包裹在里面 对 等你一吃一口 它一股汁出来 那一撒那 爆浆的感觉 太对了 我觉得那个蒸出来的汁 是点睛之笔 它上面有你保护的那个汁 对 里头有它本身的汁水 没错 然后再加上那个虾滑 那个弹牙感 哇 这个整体太棒了 鲜上加鲜 而且有的时候 还能吃到一个蛤蜊肉 我看我这眉毛还在 鲜掉了 本节目由魅力厨房新米粥 独家冠名播出 魅力厨房家常粥 一袋只有水和米 简单配料 家的味道 蛤蜊酿虾滑鲜味十足 一定要学会 涂好沙的蛤蜊焯水 然后把调好味的虾滑 酿进蛤蜊里面 上锅蒸煮 用生抽 蚝油淀粉 一起做个料汁 浇在蛤蜊酿虾滑上 再蒸一分钟 让味道充分融合 给大家画个重点 虾滑填蛤蜊里面的时候 一定要填的饱满一些 否则一蒸容易空壳 虾滑吐司 简单又美味 吐司切成小块 上面涂上虾滑 放上奶酪 组合成三明治 在最上层吐司上面 涂一层用欧芹和黄油做的料汁 在空气炸锅烤7分钟就可以了 画重点 选用颗粒小一些 粘性足的虾滑 这样更容易粘连组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接下来您这道菜 可就是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让大家逢年过节 来人来企业来亲戚的时候 想露一手做一个大菜 那肯定得用到真虾的对不对 那当然了 强哥咱这个菜叫什么 金丝虾球 那咱往后看看 这是咱的获奖菜 这个拿过奖的 那当然了 这个眼前一亮 来 赶紧 这个黑虎虾它的口感会更弹一些 是 首先你看 这是取好的这个虾仁 直接你看用刀 拍一下 对 稍稍 好 虾滑你看吃出这种口感 你就直接去拍 尽量不要用这个机器去搅 你就把它的纤维给它搅断了 它口感就没有那么好 对 今儿个我这是先叫大家做虾滑 然后我再用这个虾滑 再来做这个金丝虾球 你看首先第一个一定是 最好是选择新鲜的虾 就用这个刀你看 给它拍出这种粘性了 这个手法很重要 对 好 不是那种整个一下拍 对 还是要从腓部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 把它砸碎的感觉 能够激发出虾自身的这种鲜味 你看 我再用这个刀 出出拉拉的给它剁一剁 这种就行了 看这虾处理完了 这里是啥 这是山药 山药 对了 我们给它稍稍拍一下 好 你看也是这样 轻轻的一拍 带着点颗粒 它还有自带这点山药的这种粘性 粘性 在里面它会调节口感 你可以放点藕 马蹄 都可以 也别放太多 大概能够放个五分之一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这样开始调味了 好嘞 这边准备点葱段姜片 然后呢 这个是啥 米酒 用米酒它更清香 还不夺味 就你稍稍用这个米酒 把这个葱姜给它抓一抓 这个味道就是没有那么浓烈 但是能达到这种去腥 去腥 去腥增加它的香气 稍稍一抓 往里这么一放 主要要它的汁水 汁水 白味之手的盐 让它口感更弹的话 你这盐一定要给到了 来一点点白胡椒 嗯 然后这边呢 我们准备了 红薯片粉 真是 先给它抓匀 先给它 先打上劲 嗯 好 顺时针打 一定要朝一个方向 嗯 只有一个方向才能上去 打完以后 还有一个重点的步骤啊 嗯 要摔 摔 是摔不是摔 他还愿意纠正这些 看 为什么要摔它 更有弹力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一个道理 是吧 人就要经过摔打 对 才能有韧劲啊 百炼才能成刚啊 对啊 一二三 是吧 哇 是吧 你看看 不掉欸 看见没有 你顺时针的一个方向 只能是上劲 嗯 但怎么起胶 就得通过摔打 哦 通过这种物理不断的折叠 嗯 起胶 这个已经做好了 我先砸咱们的金丝 哎 到底这金丝用的是什么呢 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个 肉松 鱼松 虾松 火腿松 蛋鸡蛋松 接着咱就做这个 来来 四个蛋黄一个全蛋 哦 如果是打四个全蛋 它的颜色没有那么好看 嗯 它一定是要 没有那么的金黄 把这个就打里面 这是标准的一个比例 看啊 这个就不用夹任何的东西 嗯 就是给它打散 这边我做上油啊 嗯 好 你用一点我们金克勒的 有机葵花籽油 很适合做各种烹饪 宽着点 宽着点 宽着点哦 宽着油一会儿正好咱们炸虾球了 反正这个实际上不费油 来吃个 嗯 不过筛 就让它没有杂质 哎 让它更细腻 成为一个很细腻的蛋 你比如说有一些气泡啊 或者有一些蛋清打不开的 嗯 你就给它过一过你看 对 在家里包括你蒸鸡蛋糕 这个方法都很受用 嗯 如果说您就是说不过筛 咱家里吃也行 哎 自己背个道具 是 宽舌家里都有吧 这个干嘛是 你看 特意给它烫几个眼 对啊 它好往下留这个蛋液啊 对 一会儿就通过这个眼 把蛋液啊 顺利地流到锅里 就形成了我们那种金丝状 也不见得啊 也得手法 是吧 没有手法 行 一切为零 好 这个油温不能太高了 嗯 最多三层热 朋友们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大厨就要开始炸这个蛋松 这个蛋松也是用蛋做的金丝 到底怎么炸呢 咱们不要眨眼 仔细观察一下 看好了啊 好 先把这个油给它旋转开 嗯 看 来了 然后 左手慢慢地去挤它 哦 这个挤它就一丝一丝的 看不见 哇 真是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 一丝蛋松落锅里 一样 你好会说 是不是一丝一丝的 是 真的不夸张地说啊 就感觉跟那个头发似的 一丝那么粗细的大厨 甚至都比那还要细 是 真正的师父传给我的手艺 哎呦 一定要先把这个油给它按压一下 现在你还看不出来是丝是吧 也能看出来 但是没那么明显 对 还要再细细油 对 先给它包上一层啊 先把这个油给它挤出来 看 挤一遍 哇 你把多余的油再给它挤出来 现在呢你看啊 我们就开始 渐渐地撕这个丝 比如说有个别的疙瘩啥的 你就直接给它挑出去 嗯 然后给它撕成这种细丝啊 整个蛋松就撕好了 因为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演示 大家让看到这个知道怎么做 但因为时间原因呢 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一些 哎 大厨这颜色怎么不一样呢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市场上买的 普通的那个鸡蛋 嗯 我用的都是这种土鸡蛋 它的黄会更黄一点 明白了 哎 那咱们就开始现在制作这个虾丸 哎 你看啊 咱们就这么大 直径呢 大概四厘米左右就行了 嗯 一定要低油温啊 慢慢就要浸 嗯 千万不要说高油温去炸 好 齐火 一般是保持住这个三层热 到三层半热的油温 嗯 浸炸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哦 哎 就基本上就都会成熟 就您现在看到呢 可能它有一些泡沫 是因为之前呢炸过鸡蛋啊 对 有蛋黄它就这样 对 所以有一些蛋白质流失呢 在锅里它就会容易不断地出沫 嗯 现在你轻轻地用这个漏勺一颠 嗯 轻盈的 哎 捞出来 这样把这个油一定要给它控干净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大小均匀 真的可以堪称一个完美的虾球 你看这个里面放 放的是什么 放的是这个蛋黄酱 你也可以用这个什么卡普奇妙酱啊 嗯 也可以用这个比如说芥末酱 黄芥末酱都可以 哎 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 这么一滚你猜是啥 哦 那一会儿还要经过复炸一下吗 嗯 不复炸了 不复炸吃就可以吃了 对 这就是成品了 哦 好嘞 哇 结束了 哇 这个太漂亮了 那到底味道如何呢 我们尝一尝跟他分享 尝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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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真的是我吃到有史以来 最弹的虾滑 因为我平时我们吃的虾滑呢 可能都是跟小李一样 是那种买的成袋的虾滑 对 它没有这么这么弹牙的感觉 哎 形容我也很准确 不太神奇了 今天跟大厨做这个金丝虾球 感觉自己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能做一个更有难度的菜了 嗯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两道菜 都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建议 就是家常的虾滑 咱冰箱里都有 是 平时呢我们做法真的很单一 对 今天给您换成不一样的吃法 您是不是对虾滑有个新的认识 是 希望能对您的生活 有一点点的小帮助 赶紧把家里的虾滑 咱们做起来吧 本节目由魅力厨房新米粥 独家冠名播出 魅力厨房家常粥 一袋只有水和米 简单配料 家的味道 学会金丝虾球 年节餐桌上又多一道亮眼的大菜 黑骨虾 排碎和山药 淀粉 一起做成虾滑 调味备用 鸡蛋黄 放进水瓶 挤进油锅 炸成鸡蛋松 虾滑做成虾球 低油温炸熟 裹上蛋黄酱和鸡蛋松 金丝虾球就做好了 给大家画个重点 做虾滑 要反复搅打 这样才能上劲有黏性 接下来我们撒点葱花点缀一下 天女散花 散的原来是葱花 原来是天女散的是葱花 是怎么回事 那你怎么如何 下面再包一层虾滑 再包一层虾滑 两层虾滑 对 做成汉堡 那可是皇上他妈呀 太厚了 太厚了 她咬给我 太厚了